疫情清零政策 大家我看外媒也在分析 对供应链不利的 刚才我们记者也问到这个问题 虽然我们国家大家众所周知 我们疫情防控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这个政策目前的效果是显著的 经济增长 特别工业经济增长的这些数据来表明 我们的疫情防控政策 对产业供应链 这是有利的 我们正确的坚持了防疫策略 我们才能在全球率先了复工复产 和产业链供应的稳定安全 才得到了保障 总体来看 目前看我们的 无论是我们的工业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出口都是顺畅的 而且都处于增长态势 我们现在国内的疫情 也出现了多点散发 那么这个城市也采取了一些管控 但这些影响都是短期的 而且有限范围的 特别随着我们疫情防控的政策 越来越精准化 供应链的稳定保障安全 还是能够得到保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